哈马斯释放了两名人质 卡塔尔是出了非常大的力量 卡塔尔是哈马斯的主要的财政支持者和盟友之一 布林肯在卡塔尔访问的时候曾经表露出威胁的意思 也说卡塔尔和哈马斯的关系不能像往常一样 这是他原话 哈马斯7号的突然袭击 抓了200多非以色列外籍人质 那么布林肯中东的目的之一就是施压这些阿拉伯国家 通过他们要求哈马斯来释放人质 咱们说这个加沙的这个南部的这个拉法口岸20多辆车 这个可能就是谈吐的代价 放了人质20台车的这个物资给你送进去 咱们说布林肯的这个威胁可能是在卡塔尔应该是起了作用 哈马斯这边呢 就是施压这些阿拉伯国家 让阿拉伯国家去施压哈马斯 这个很显然卡塔尔是受了美国的威胁 那这个卡塔尔是不能放弃哈马斯的 但是他也不能向西方妥协 那也不能得罪这帮朋友 联系到卡塔尔呢 后续还有特鲁多联系这个卡塔尔领导人 那就是西方的很多啊 这个影响力都在施压卡塔尔 他们目的之一就是施压卡塔尔尽快让哈马斯放人 哈马斯这边呢冲突爆发之初 他曾经透露过谈判的意愿 美国那边态度就是把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不能干扰到美国立 美国战略 但问题是以色列不愿意啊 从冲突爆发到现在 哈马斯那边啊 有没有伤害人质啊 现在谁都不知道啊 但是死的这些人质啊 包括以色列加沙的乙军俘虏 起码有20个了 那显然是一开始 以色列就没打算让人质全部活着回来的 而是要让加沙移为平地 这些人质啊 按照以色列内塔尼亚湖的意思就是 就当他们已经死了 所以咱们分析到现在就明白真正的要杀光啊 或者说真正的杀红眼的啊 杀疯了的是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 所以咱们要明白啊 这里边谁是主角 谁有主动权啊 以色列内塔尼亚湖 咱们看到后续他在这个加沙医院的行动就能看出来啊 非常疯狂 那也说那还没定啊 到底是不是以色列 咱们把这事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以色列干的 咱们说这种武器啊 现在很多这个 一些私下的一些这个媒体啊 已经曝光了 这种武器呢 就是以色列 包括美军研发的一种专门进行杀人的武器 杀完人以后地面 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环境没有大规模损坏啊 人是肯定是完了 从那照片看 那小孩应该是都已经熟了啊 应该是黑了啊 然后呢 窒息啊 或者是熟了啊 咱们不知道熟没熟 但是那小孩啊 就是死了嘛 对吧 但是他怎么死的 有可能窒息啊 或者他黑了嘛 那可能就是熟了 熟透了啊 蒸熟了 或者是怎么样啊 黑了 从啊 咱们说现在看呢 要阻止 能够真正能阻止以色列展开地面进攻作战的 就不是哈马斯 是人道主义灾难 这两天呢 拜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加沙这个医院发生惨重的爆炸 这个原本应该成为阻止 以军展开地面进攻的一个关键的变数啊 加沙医院发生这一次爆炸啊 是真实的 对吧 那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指责对方 但随后公开的照片啊 这事诡异在哪呢 现场有一个50厘米的弹坑 周围的建筑物呢 几乎都是完好无损 停车场只有十几辆汽车受损 还有不少的汽车没有受损 对吧 现场看到啊 如果真的是这个啊 以前的那种炸弹 应该大坑 然后呢 收边啊 破烦烂烂 是吧 被炸光 另外呢 没有医院啊 本身损坏的照片 而且哈马斯的火箭弹啊 咱们知道都不可能这么大范围的爆炸啊 那这里边仅从技术角度分析啊 哈马斯的说法呢 以色列军队啊 是他们干的啊 首先呢 存在某种可能啊 但是咱们要说 这个啊 是可能地面没有以色列发射吉达姆炸弹带来的巨大坑啊 甚至没有巨大的气浪带来的大面积杀伤啊 咱们要知道吉达姆的炸弹弹头重量啊 500公斤以上在医院停车场爆炸的时候 后果是毁灭性的啊 这不可能有让他完整的东西啊 所以你看以色列拆楼的时候 那楼是什么样子 那现在啊 这个环境和楼比是吧 那基于现在公开的照片呢 可以确定就不是以色列常用那个吉达姆怀洋炸弹干 那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吉达姆空爆 空爆呢 也就是说在接触地面之前发生空爆啊 也是大范围杀伤武器 空爆以后呢 会打击地面大量碎片啊 照片中是没有这种碎片的啊 停车场顶啊 车顶上没有破损啊 漏洞对吧 啊 也呢 也是能证明不是军用那种空爆弹啊 那种导弹空爆啊 有人说是MK84啊 咱们之前也是说发现一个啊 一个碎片啊 说MK84 但这种炸弹的装啊 装药量是429公斤TNT 你在200米以外爆炸啊 不管是空爆还是地啊 在地表爆炸 这院子基本上不会存在的啊 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东西啊 所以现在看也不是MK84啊 咱们再次更正啊 之前咱们说MK84单片 大家先看并不是的 啊 还有一种可能就以色列 有一种非常弹 个头非常小 但是也就是爆炸当量在几十公斤的一个TNT云爆弹啊 但这个云爆弹爆炸之后呢 临近区的树叶应该是烧伤枯萎 对吧 墙面被烧黑 汽车啊 因为巨大的气浪要翻 对吧 要翻走啊 地面是没有当坑的 啊 那现在照片看不能完整的佐证 也只能说可能不高 可能性不高 以色列说呢 是一枚火箭弹失控 炸了医院的停场 说地面上还有浅的坑啊 这个证明不是高威力武器 但是哈马斯的火箭弹 似乎一发还不足以造成超过500人上网了啊 所以如果这事儿要找一个理由 就是以色列军队发射一个个头不大的空爆弹 也就是常用的100公斤级的SBD空爆弹 而且起爆高度不超过车顶啊 还有就是现场的排爆的啊 这个专家拍的一些照片啊 啊 一辆汽车边上爆炸物啊 引起的啊 可能是一辆汽车边上爆炸物引起的 也就是现场啊 只有一辆车因为爆炸啊 气浪翻扣在地上 而爆炸威力并不是那么大 还有就是一枚失控的土质火箭弹爆炸 这种火箭弹没有太多碎片 在啊 火箭发动机燃料汽车啊 自燃等等啊 也可以符合这种逻辑 啊 就可能性还是非常大啊 那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本身啊 这个已经升级为战争了啊 那现在看呢 加沙医院这事儿 现场的大量照片公开 实际上哪一方啊 这个指责对方 其实啊 都有自己道理 但是以色列军队呢 啊 现在看啊 地面进攻 不会因为这个医院的惨案停止了 啊 绝不会因为这个 啊 咱们现在啊 据了解啊 大概率就是有一种啊 应该是碳纤维外壳 然后呢啊 通过爆炸之后的立刻就融化啊 这种这个新式爆炸物 这种弹呢 现在看最符合这个逻辑啊 就是让这个啊 整个的弹壳最后是分散啊 这个人烧殆尽啊 那在现场是找不到任何这个蛋壳啊 包括破碎的一些东西的啊 那这种其实就是要啊 让这个高温 然后呢 让这个地带啊 产生这个窒息啊 空气啊 瞬间就被烧没 以色列的这种弹呢啊 这个编号叫BLU129 或者叫BLU126B啊 这两种弹这种弹药非常特殊啊 它不用这个金属的弹壳啊 碳纤维弹壳 啊 里边的战斗布呢 也不是用那种预制破片的战斗布 用这种金属粉末了啊 这种东西你想想一旦爆炸 就是壳体会迅速的飞散 然后呢 这种杀伤效果呢 由于这个燃爆金属粉末啊 这也就是大规模的烧伤啊 包括窒息 它是专门杀人的啊 那这个金属粉末 它的啊 存速能力非常弱 飞不远 爆炸的时候 杀伤半径呢 就比较小啊 近近之岸的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它这个爆炸威力 可想而知啊 500人啊 那基本上在场的人啊 这活物基本都没了啊 所以它爆炸啊 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话 杀伤力会急剧下降 再远点去你看 这个车 现场的车 你仔细看 那在离这个现场中心 外围的车 啊 往后无损 是吧 啊 中间的车被烧了 然后边上的车 越往外啊 车是没事的 那就是金属粉末 这个杀伤力急于下降 就符合这个弹药的特点 啊 这种弹药啊 就非常适合在城市狭窄环境中使用 就专门针对这个区域啊 某一个特定区 周边不会产生大的损坏啊 这种弹药 咱们中国也有啊 但这个事呢 还是啊 需要调查 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使用这种弹 但是以色列绝对有这种啊 特质 所以这些啊 从小孩啊 死尸 他们身上的这个特点来看 就符合啊 烧伤和窒息啊 反正这个 这种弹的就是金属粉末啊 然后呢 快速的将周围的空气啊 迅速的啊 这个吞噬掉 人对吧 500个人啊 或者是这个啊 附近的啊 人基本上是啊 瞬间就窒息啊 还有就大面积烧伤 嗯